香港与内地免检疫通关在即,香港码头,矿境巴士站,外壁兑换店,为通关工作准备如何?记者直击现场,了解情况。 4号上午,记者在港澳客轮码头看到有轮船在码头处停泊,海事处工作人员已准备就位各司其职,不同岗位已配备人员熟悉运作。 新冠肺炎疫情前,有不少巴士行走洛马州、深圳湾口岸等。 有媒体称,俗称黄巴士的黄港诺马州穿梭巴士,日前已开始试车。 其中,酒吧增聘数十名车长应付各口岸巴士服务需要,部分路线更增够新车。 但记者走访科士店到跨洁巴士总站、深圳湾跨境快线等站联看到, 其中有巴士站依旧大门紧闭,藏位看到有工作人员进行试运营工作。 在尖沙嘴外壁兑换店门口,记者看到,各门店口客流量有所增加。 兑换店职员张女士告诉记者,为通关做准备而进行人民币兑换的市民占多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